阿ムロ 行きます 鋼彈遊戲又來啦 大家玩過PS Vita上面 超好玩的鋼彈超愛者系列啊 在遊戲當中呢 玩家可以自由組裝 Mobile 4 者來進行戰鬥 他透過戰鬥來蒐集模型的零件 從PG、MG、HG 各系列的零件組裝起來 儲創戰鬥 真是超有趣的喔 而且現在還要出第三代了 而且還會在PS上面出演 趕快來看看吧 以自由組裝鋼彈模式 進行戰鬥玩法的鋼彈創壞者 終於要推出第三代作品啦 而這次也首次登上PS4次世代主機 官方閃電釋出最新預告 讓期待已久的玩家們先結界纏啦 預告中也閃過一幕歧視鋼彈 表示SD 系列也將可以在遊戲中使用 是否能來個SD、PG混搭 就要看後續公布的情報囉 另外目前官方也尚未透露 是否推出中文版 是否能PS4、PS Vita 跨平台連線對戰 期待這款遊戲的玩家 請密切關注我們後續報導囉 鋼彈創壞者3 預計在2016年發售 玩家們千萬別錯過啦